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我一个人在操事 她永远都是请不了假的 我也很想帮忙 但是真的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外漂泊 好不容易回家了 就想体验一下回家的感觉 本以为熬到她退休就好了 结果还是什么都不如愿 有请这对夫妻有请 范先生来自天津61岁退休 有请 刘女士61岁来自天津退休 有请 欢迎老妹 这状态真好 61岁有点看不太出来 保养得好 谢谢 结婚多少年 36年了 幸福吧 怎么个意思 怎么说呢 咋说 问你幸不幸福 你看老婆干嘛 幸福还是不幸福啊大哥 出现点问题 我问您结婚三十多年幸不幸福 幸福 现在出现点问题是吧 出现啥问题了呀 今天呢 嗯 是我要来的 知道您要来的 知道您要来 您要诉苦 我要 您说要这样就要出国啦 找儿子去啦 是吧 对 我们结婚三十多年了 这个家一直由我来操办 嗯 因为他呢 长期在外地工作 哦 所以说他也不可能再管家 嗯 现在呢 退休了 我教着 是苦日子熬到头了 两个人一起 嗯 周游世界多好 结果他呢 什么他都跟我对着干 然后我说了几个方案 咱们理由 嗯 他每一个他都给我 起反作用 一句话就相当不配合 哦 最后 我也想我也得 豁出一把自己 所以我决定了 我啊 出国找儿子玩去 哦 你在家啊 爱干啥干啥 我就说了 我说刚退休嘛 因为想找到 那个家的感觉啊 在家里的 怎么说呢 就是过一些 要温馨的生活 孩子那头呢 他们也挺幸福 嗯 没有必要 咱们上那去 给他添麻烦 我就觉得 我说咱全在家里 所以三十多年的 这个婚姻 如果咱们不把 这个脉络 稍微滤滤的话 他们现在说的 这个感受 我们是感受不到的 刚才大姐说 一直在外地工作 大哥 是个什么情况 怎么在外地工作呢 我们是这样的 当初我们俩 上学时是同班同学 嗯 起初结婚的时候呢 他在事业单位 工作也挺稳定 上下班时间呢 也固定 嗯 他呢也比较顾家 哎 挺好的 我就觉得 这日子要这样过下去 就我就算心满意足了 啊 时间过得不长 他跟我提出来了 就说改善家里吧 他要辞职 我心想 好好地折腾什么呢 三番五次的哈 我就给他拨了 没想到拥不过人家 最终他还是辞职 去了外地工作 哪啊 他这个外地工作 他是干工程嘛 三个月在这儿 八个月在那儿 一年在那儿 他就回不了家 这个家整个由我来支撑 那个时候有孩子吗 那会儿有孩子了 孩子多大 孩子上幼儿园 跟着就要上小学了 五六岁 我呢 就等于是又上班 又带孩子 累得我精疲力尽的 当时啊 我考虑的也是 为了家里的生活嘛 我说能够做正一点 把现有的经济情况呢 就是说提高一下 肯定我就得有取舍了 我肯定顾不了家了 其实我知道他出去了 他管不了家 那我已经不指着他了 就别再给我起反作用了 啥意思 随着抚养孩子大了 孩子青春期的时候 比较叛逆 高考的那年 孩子非得要买一台游戏机 这个结果眼 怎么能买游戏机呢 肯定也想学习啊 跟我提了几次 我就没同意 孩子呢 就联系他爸爸去了 他可倒好 不加思索啊 工资卡在我这儿了 你给孩子买就是了 他以为真的是钱的问题了 我不给买 你要为了钱 那能买十台一百台的 有求那么重 我觉得我在外边打拼吧 不想因为这个买东西 俩人在犯口角 我说能买就买吧 游戏机呢 我说买完之后 你就多钉子点 别让他随便玩 可能当时我想的 也特别简单吧 就这么考虑 对 听懂了 听懂了 大家也讲得比较含蓄 都是沉这么烂骨子的 这网事 这个其实两件事 说起来就是 从孩子五六岁开始 大哥就一直在外面 飘着 对吧 是 到处做工 钱都交给你了吗 钱都带我这儿 那是自然的 这人像风筝一样 但是献签在你手里 是吧 必须的 也没其他的 烂七八糟的事 这男人还不错 也都是为了家 那咱们接着说 不是孩子慢慢大了吗 孩子什么时候出的国 最后我是没听过他 把游戏机买了 还要说游戏机的事 经过多好年的 就是我这是苦尽甘来 孩子算大了 大学毕业又工作几年 又要出国走了 出国那年等于是 他还在外边干工程 我真的好苦好苦 当初我是带孩子 那个累 外加上我自己去工作 我身体也不是特别好 现在孩子一走 我不光是疲累了 外加一个孤独 我寂寞难耐 就简直特别特别地受不了 孩子也是懂事 出国之前 要给我们换店提房 我们房子是买下来了 后手您知道是什么事的 装修吗 对 装修 太苦太累了 一天得跑八趟 简直给我累劈了 那会儿真的我就觉得 不是人能够承受的 我就咬着牙就算过来了 这说话两三个月装修完了 下一步该搬家了 对 搬新家 这搬家呢 我这老家的家具 电器全都决定不要了 我也找不了搬家公司 我只能自己分门别类地 打包 打了那些包一屋子 我自己就一点一点 拿电动车运 运了小两个月 真是把我累劈了 住进了医院 住院了 这会儿你应该回来看了 就到这会儿 你说得太对了 主持人 真理解我 我就打个电话 如今的我都已经 在用那家给我拖累的 我动不了劲了 你来得来 不来得来 他跟我说什么 他说我工程关键时刻 回不了 因为当时我正好赶上 那个工程有一个关键节点 这个关键节点又是我总负责 所以我当时 真是我也很着急 我确实是离不开 因为那个工程呢 就是我在那儿 专门得盯着 不能出一点纰漏 所以弄得我非常非常尴尬 真是也着急 谁照顾啊 后来我的发小 一直是在医院里头 陪伴着我 照顾着我 等于是小半年住了 等出了院了吧 要说我自己人 那是命啊 刚出院 老人又需要照顾 我就又再给他打电话 谁家的老人 就是我父母 我说他 你能不能过来一下 咱俩商量商量 这个后边怎么办 他又告我了 又关键时刻 又还是回不来 因为当时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也确实 我们那边呢 当地他有一个规定 就是说 你项目负责人 不能离开现场 所以弄得我非常非常无奈 我说得 不行咱就花钱 雇个保姆啊 花钱解决问题 那人人都知道 那用你说嘛 老人 如果要是自己的子女孩子 那照顾那是什么劲 他就连一句安慰的话 体贴的话 他都不说 真是 大家伙听起来 真的就像 编故 其实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知道 真的说到这儿 我真是给我 气得累了都 反正在家里面 既当男人也当女人 真是 在家里 这么多年过来吧 一步一步的 太难了 行 你不退休就好了吗 可是呢 他回来了 他来个什么呢 我有回家的感觉了 我得好好在家待着 然后我说的 什么旅游方案呢 是怎么的 他一概听不进去 不是 您除了要让他旅游之外 平常有什么活动安排吗 他配合吗 我喜欢游融 我一年365天都有 我就说妈 你回来了 我带你一块 咱俩一块游融去 他说妈呢 我不愿意动 我愿意在家里 他在家里 24小时开着那电视 挖啦挖啦挖 没把我烦死 也不跟我交流 也不跟我说话 哎呀我心想 我这苦日子过到头了 应该该什么了 他一点他 一点他也不 我当时就想 我说的 好不容易才回家 虽然我漂泊了那么多年 在外边确实是 寻找这个家的感觉 很难很难的 我说好不容易退休了 在家嘛 就两个人 想想看看 做点什么好吃的 养养花也好 我说他非得出去折腾去嘛 对吧 在家不行吗 不是那家到底是什么呢 家就是说 在家里两个人在一起 或者是一家人在一起 就是说 在一起不就是家吗 你管的在什么地儿吗 对不对 不 我觉得因为初期那么多年嘛 我总感觉没有那种 好像是在家那种 温馨的感觉 你毕竟在项目也好 你在哪儿也好 都是好像是 在外那种感觉 就包括我去 我孩子 有时也说 那次你们来这儿 我说那儿也不是 自己的家 那为什么不陪着去旅行旅行呢 今天来呢 就是因为这个 行 我还想问 我问几个问题 就是您觉得 对这个家有亏欠吗 现在想起来 确实有点 不是有一点 然后您觉得 您对大姐有亏欠吗 怎么说呢 确实让她付出了 好多辛苦 这点我承认 因为我在外地嘛 我也管不了这些了 家里的琐事吧 大事小事 反正都得她打理 所以说白了 其实好像在你们 这个婚姻生活当中 您各自过了三十多年 是这意思吧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是我在承受着两个人 该承受的一切 是是是是 您说得没错 您说得没错 这好像更像一个 单亲妈妈带娃过 是吧 然后跌付了抚养费嘛 只不过我还 那个上班挣钱 我理解 在这种基础上 我还管着整个这个家 是 所以我特别地委屈冤枉 行吧 今天我们也拿到了 儿子的采访啊 听听儿子 对他父母这种关系 怎么看 来 听一下 我妈这么多年把我拉撒大 在家里忙里忙外的 真的挺辛苦的了 我大学毕业以后 就来国外工作 我妈一个人撑起来这个家 真的挺不容易的 现在我爸好不容易退休了 我挺希望他们老两口 过来旅旅游 享受享受生活 我妈前一段 也说要过来找我们 我们当然也欢迎他们过来 老两口来了这边吧 你不用帮我们带孩子 就在这边玩一玩 就挺好的 但是因为这个事啊 我跟我爸吵过好几次 我妈想来 我爸死活他就不让 怎么这样都不行 我爸总怕给我们钱麻烦 他想的太多了 我们挺希望他们过来 就他等于是 一直是怎么说呢 就为了不让我一个人行动啊 他总挑拨我跟儿子的关系 意思就是不让我过去 这家里面分了两派是吧 您觉得跟儿子亲吗 怎么说呢 应该还能说得上来 有没有回家觉得挺身份的 就是您这在外面工作那么多年 在家一年大概待得最久的时间 有多长时间 也就存节回家 那就说您一年在家就待个六七天 对 行了 我不问了 我悲催了 你们看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分圈 我们说什么叫老伴 他本质的含义那就是陪伴 但这种陪伴 并不是说你在家里就算是陪伴 就像你退休了 看是可以陪伴自己的老伴了 但是你的陪伴让他遗憾 委屈 这是无效陪伴 他想吃什么 想干什么 他心里想的老年生活应该怎么度过 你是不问 这个女人不容易 操持家庭 辛苦劳累了一辈子 我也认识了很多的项目经理 我真没有看到一个说 一年回来这么几天的 暂时项目经理 也不用天天盯着 你不要认为我们对你这个行业不熟悉 理由就是理由 借口就是借口 关键问题 两个人走到今天 不容易 我们说在这一个当口 两个人之间 就是心有灵犀的时候 就是相互迁就冷浪的时候 婚姻幸福 莫过于此 另外作为男人 不管是借口理由 半辈子缺失陪伴 是事实 那后半辈子我们来弥补呗 他喜欢旅游 要求不高呀 想去看儿子 这不仅仅是 想自己去开心快乐 更是亲情的思念 儿子刚才说了 他们欢迎你们去骚脑 难道 妻子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 你都不愿意吗 退休回家了 并不是说每天 盯着一个手机 盯着个电视 玩自己的 要玩也要一起玩 一句话 老伴老伴 幸福到老 只有让自己的妻子 把生活看到头了 我们的婚姻也就能走到头 您可能习惯了一年 一年见几天儿子吧 怎么说呢 他不习惯 您一年365天 春节就回家那一小伙儿 所以您今天 见不见到儿子 可能见到了很开心 见不到 您没有他体会深 但是您的儿子跟他 出国之前可是天天见 而且彼此只有对方 妈妈只有宝宝 宝宝只有妈妈 一直到他出国之前都是这样 所以他不习惯 他的感受跟您不一样 而且您告诉我 就对面这位老伴 他这辈子哪做得不好 您说说 没有 您在那工地上 我相信做得都挺好 但都挺好 工地上那是咱家事吗 不是 他做的都是咱们家事吧 对 所以做得都好 但他恰好做的 都是咱们家事 搬家属您知道吗 叫个书呗 也能帮个忙 您那俩月干什么了 他倒是给我找了朋友 但是呢 我的人呢 这时候在不愿意 给人添麻烦 而且屋里特别杂乱 我就愿意自己一手 行 我估计他能让着您 就是我正针对 您老公的时候 您蹭蹭就 窜出来护着他 对吧 行 我估计他能让着您 那是这样啊 您已经理解了 他要不去的话 跟您感受是不一样的啊 因为您早都习惯了 这话说起来 您还笑呢 这话说起来 您不觉得有点悲凉吗 是独生子吗 对 就是悲凉吧 所以现在您记着啊 如果您不跟他去 他自己去了 您连工地的事都没了 对吗 对 61了独守空房啊 每天只有那24小时的电视 闪着雪花陪着您呢 您能让他自己去吗 我不同意他自己去 您愿意跟他去吗 注意啊 他为什么不愿意 是因为那是儿子家 儿子跟他每年就聚 那么半了来月 所以对于他来说 那真是别人家 真是 跟您感受又不一样啊 那真是别人家 您不能让他自己去吧 我还有一个多想 就是说现在都通俗嘛 婆媳关系不好处 我觉得我说这去到那 要真发生这点 婆媳不合多么尴尬 你怕他不怕 还不如 是这样的哥 你怕 我们家的大姐他可不怕 为什么他不怕 那儿子是我一把屎 一把尿带大的 一天24小时全天候 您呢 所以就算我跟儿媳妇 有了矛盾 我心里有谱 你心里有谱吗 所以那真是别人家 感受不一样吧 您不能让他自己去吧 您跟着他去心里 又觉得儿媳妇出不好怎么办 他不怕我怕呀 是吧 那是不是理论上就剩下一个方式了 什么方式您告诉告诉我 他自己去 不能让他自己去 让他自己去就剩我自己了 理论上就剩下一个方式 关上电视游游泳 是 我后来我也想了 那你愿意关上电视游游泳吗 愿意 多明白一事 刚才听得有点恍神 是一年回家多少天来着 六七天 一年回家六七天 凭什么一个人一年回家六七天 等你老了之后还给你养老 为什么呀 你说啊 因为我在外面赚钱 没有人在外面赚钱 说我一年只能回来六七天了 我们在舞台上 来过海员 海员总算是一年在外面 两百多天 他在家还得一百多天 赚钱是为了家里人是吧 对 你跟家里人熟吗 你为什么不愿意去 可不就因为跟儿子不熟吗 那是个外人吗 或者说 你儿子把你当外人 赚钱是为了家里人吗 是为了家里人 家里人需要你赚钱 然后一年就看到自己爸爸七天吗 我有一个温暖回馈原则 如果我们赚钱 是为了家里人的话 那我们要想一想 家里人更需要的是钱还是温暖 如果更需要的是温暖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少赚点钱 所以 你赚钱真的是为家里 事实已经住就 那么多年过去 你对家里面的人 有那么深的亏欠 在这个时候 你躲着他们走 或者说 你把自己老伴 因为他善良嘛 拽在自己的手心里面 然后说 你们不要在一块 因为当你们在一块的时候 我就是一个外人 你儿子刚才说了一句话 也不用你们带孩子 我当时我在想 这个时候对于你来说 恰恰最应该就是 我能不能帮忙带带孩子的时候 因为 儿子小时候我没有带过 那现在我是不是可以 尽尽自己的力的时候 你是因为害怕呢 还是因为自私呢 就我看来 我能看到你内心 有很大的恐惧感 我跟你说 年轻的时候 中年的时候 有多任性 到老的时候 你就会有多害怕 人生是个天平 你曾经付出多少 现在回馈你多少 所以现在很简单 正因为你以前 确实把钱已经交回家了 所以你现在 还有那么一点点的资格 人家还愿意来接纳你 61岁啊 赵川老师上来就说 状态很好 用你现在所谓的 这个好的状态 再去试一试 能不能再融回这个家 现在你们啊 不是说要去儿子那边 你们事实上是要 重组家庭 就这样 首先去儿子那边不好 不管是您去 还是你们两个人一起去 因为你们两个人 一起去的话 你们之间的一个 相处模式会让你的儿媳妇 大概知道 万一将来有一天 我的老公也跟她一样 该怎么办 儿媳妇靠观察 你们两个人的 这一个亲密关系 来对自己未来的生活 做预测 如果她觉得你是纵容 你自己的丈夫 一年只回来六七天 她就会害怕 这一种也会传递 给她的丈夫 她是不是也得像您一样 每天在家里头 独守空房呢 所以你们两个人 这一种不正常的夫妻关系 我觉得到了儿子 儿媳妇那里 一定会引发一些焦虑 未必是矛盾 但这个焦虑 一定会传递给他们 再一个 我也不觉得你们过去 是为了让自己身心开阔 让自己享受大自然 或者说异国风情的 我觉得您就只是纯属 这个人不跟我玩 我找我生命中的 另一个男人去 您的世界就这么小吗 阿姨 您的世界难道只有 我的前半生 就是为了我的 这个男人付出 帮他拉扯大孩子 当这个男人老了 还不陪我玩的时候 我要找那个 那个早就是 别人的男人了 您的儿子在娶了媳妇 和在一国定居之后 您的儿子 已经也不能陪您玩了 当您哪怕 到了您儿子那里 您误以为 这个周末 我们可以去爬个山 然后儿媳妇说 我们是有聚会的 约了谁谁谁 公司哪些人 我们要搞BBQ 然后妈妈对不起 你一个人的落寞 而且是发现 自己的儿子 被其他女人 临走了的落寞 会比你老伴 在家不陪您的落寞 让您反差更大 因为你老伴 好歹不是 我在陪别的女人 而不陪您 所以是时候 你的快乐 得建立在 我想要什么 我想游泳 管你游不游 我自己游 难道游泳的时候 还能聊天 游泳的一大好处 不就是大家 得闭上嘴吗 跑个步 我们还得说个话 对吧 我们跳个广场舞 也不得不交流 两句交易 我还得说一下 你踩了我的脚 但是游泳这事 不就是闭嘴吗 那既然都闭嘴的 头有的时候 都埋在水里 我自己去 和我跟你一起去 有什么区别 你不去 我自己去拉倒 我身材这么好 我穿什么皮鸡 你都好看 你在我面前 我可能还不敢穿得 怎么着了一点 你不在我面前 我想怎么穿 我怎么穿 我经常有的时候 在一些旅行的地方 我会看到 有一些姐姐们 姐姐们都不带 自己的老公 您应该也有 这方面的经验吧 您的姐妹们 应该也都展示 给你们看了 当老姐妹们 一起出去 都不带自己老伴的时候 过得有多嗨啊 走路真是横着走 平时舍不得 招呼上身的管 他墨镜 杀金 颜色鲜艳的包包 什么乱七八糟 都往身上招呼 我们拍个照 一会摆成一字形 一会摆成人字形 想怎么来 我们怎么来 但是当老公 在这里的时候 老公会说 这像个什么样子呀 你会觉得 瞬间 气氛 没了 所以你真得要 这个碗伴吗 它好玩吗 它不好玩啊 你不如跟自己的姐妹 该跳舞 跳舞 该拍照 拍照 有那么多的地方 我没去 我就去旅行嘛 直到你的丈夫 有一天 忽然醒悟过来 老婆 我原来去过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 你肯定爱 我曾经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就想过 有一天闲了 一定要带你来 等他在脑子里头 能找到那一个 我曾经在那个地方 想过我的太太 还想过 我老婆的性格 肯定会喜欢这里的 那么这才是 这个男人 成为了你的好玩伴 他主动地知道了 我的妻子喜欢什么 还会想起 我曾经去过的地方 我熟 我做向导 以及我曾经在那里 想起过他 就看大哥 什么时候 开这个窍了 他不开窍 随他 你把他一个人 扔在屋子里 反正屋子 咱也装修完了 对吧 这个男人 你说的有多坏吗 他也没有坏的 非离婚不可呀 钱全交给姐姐了 对姐姐呢 也都是非常的信任 全托付 对吧 您做主 搬家 什么事您来 家里的事交给您 他放心 你们一定也有 自己的默契 才会使你们的生活 到今天嘛 但现在烦人就烦人 在他退休之后 还不好玩 他如果不醒悟 就让他自己 在家看电视 然后咱自己玩去 好不好 千万别想着 这个时候 跑到儿子那儿去 天乱 真天乱 而且万一有个什么的 回来又麻烦 真是头疼 自己跟姐妹玩 上场老年大学 你就是 你去什么那个 时装队了 我干个麻都好 我刚刚 就是您站在这儿的时候 我都还想拍一张 回头给我妈看 我多优雅 谢谢 不客气 所以对于您来讲 从此刻开始 挖空心思地想 我老婆想去什么地方 我就跟你讲一个 我身上的小例子 前一个月 我问我爸 我妈 我说周末 我们要开车 去哪里玩一下吧 因为我们现在 住在贵阳 周边走走 都是贵州的 这一些景点嘛 我妈脱口而出 去茅台镇吧 因为你爸爱喝酒 你爸一直心心念念 那个地方 我爸脱口而出的是 去遵义吧 因为你妈 还就没有去遵义 她还就说 想去看看 那个咱遵义会议的遗址 两个人说的 都是彼此没去过的 彼此想去的 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 我要去那里 因为我的梦想是什么 我在那一刻 我就觉得 哎呀受教育了 以及我会很感动 这个感动就是 真好 我爸妈他们的 这一番对话 能够被我先生听到 这个才叫做 家里头的爱在传递 所以这也是 我会害怕 你们两个人的关系 没处好的时候 在儿子儿媳妇那儿 会传递出一个 错误的 夫妻关系的示范 您自己想 所以主题是回家嘛 这个核心的主题 是您要回家 其实您也需要回家 儿子那儿 肯定不是家 你们各自 你们要回到 你们两个人的家 这才对 就你们要找那个 他没有 离开事业单位 之前的那个家 你们俩要找到 那个状态 其实去哪儿不重要 大哥这个就在您手里了 我会弥补的 既然知道错了 就要弥补 弥补的时候 嫌烦 就想到那句话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如果弥补不好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就是自己的老婆可能穿着比基尼 自己去享受阳光和沙滩了 所以您自己看 我觉得这个主题就是回家 两个人都回到那个 原来温暖的家就好了 至于怎么具体做 我说句不好听的话 大哥要不会做还怪了 只是他愿意不愿意的问题 一个能把复杂的工程 搞得清清楚楚 弄得挺挺妥妥的人 搞定一个内心 还对自己有希望 有寄托 有希望的一个女人 你们搞不定 那不用我们教你 变弱吧 太强了 所以自己吃苦 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老婆 我现在意识到了 你对这个家 付出的太多太多了 我对你的亏欠 也是太多太多了 现在我退休了 我要好好地陪伴你 让你过上幸福美满的 每一天 我会带你周游 祖国的大好河山 可以吗 我不知道 我说的话 你听明白没有 我是真心的 我通过这些专家老师 给我指点 我也意识到了 我自己确实 那是对家 关心得太少太少了 我现在我想用后半生弥补 过去觉得相敬如宾是个好词 这词怎么放在他们俩身上 你觉得那么陌生呢 大哥你不觉得吗 我也是第一次看这个 结婚三十五六年的一个妻子 先生说 我带你游历大好河山 他给他深深居一股 那公居的真养人心酸啊 好好回家吧 谢谢两位 请回 请回 请 请回 来吧 预测结果嘛 结果是没有悬念 肯定双出 但我还是想重复那句话 退休以后 家里有一个好老伴 可以多活十几年 以后别老往西藏跑啊 在家里手是嫂子 来 林老师 林老师 都会出来 都会出来 肯定会双出的 大姐这心里头 爱死她老公了 好吧 看结局 请开门 好好好 对对对 哎 大姐你这太容易投降了 对对对 先去照我 哎呀 我都觉得我那么不合适 那么爱言 来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老板时刻 请见证 请见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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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发展 家里现在催着我回去 但她就是不拿主意 我就想问问她到底怎么想的 有请就对情侣有请 梁先生23岁来自河南 学生有请小梁 李女士23岁来自河南 自由职业有请小李有请 师姐算是是吧 对 高中的师姐 对 她的大学志愿是你帮着填的 对 后来什么时候从师姐和师弟的关系 变成了情侣 就她问我填报志愿的事情 我帮她参谋 然后联系了一段时间之后 就感觉她脾气挺好的 俩人也挺合得来 然后就在一起了 在一起 刚确定完关系之后 她就来天津上大学了 我在河南上的大学 然后俩人就异地 异地了三年 我们当时说好了 等她毕业之后 我们一起回恒南老家发展 结果我闭完夜 找了她她又不提回家的事 我一提及这个事 就拖拖拉拉支支吾吾的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不按照我们原先的规划去走了 以前的规划是回河南 对 现在的规划是由我们天津 她也不说 我不知道她到底怎么想的是回还是不回 就不跟我说不沟通 所以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想知道到底她的想法是什么 那就不跟我说 着急啊 那就问问呗 啥想法 因为回河南或者留天津 都是关系到我们以后的事情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 应该慎重 我没有想好 所以没有告诉她 那你就说我没想好 那她大事想不好 她小事她也想不好 什么事都不能给我嘴正的答案 比如说 我们俩在一起四年了 这四年 她从来没有公开过我的任何的信息 没有发过合照 没有发过朋友照 没有发过任何的头像签名 啥都没有发过 我的存在感在她这里是零 我是觉得我们两个人谈的是 我们两个人的恋爱 发朋友圈改签名换头像 那都是初中生高中生做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没必要在朋友圈里面 宣告天下大张旗鼓地去谈一场恋爱 是 她觉得没必要 那我跟我同学去聚会的时候 我提前跟她报备了 她说行你去吧 我去完之后 发了跟我班长的合影 班长是男的 结果当天就联系不上她了 微信不回 电话不接 结果第二天早上 看见她从来一个不发朋友圈的人 跟一个异性朋友发了一个合影 那是吃错了 我觉得她既然能够在朋友圈里面 发跟其他男性的合影 那我也可以 我们也只是普通朋友 也只是简单拍个照片而已 不是 你吃醋你跟她说呀 是啊 她想玩她从来不跟我说 她跟我说我可以去杀了嘛 因为她的感受 她喜怒哀怒都不跟我说 都要我自己去察觉 我察觉到了 我就注意这点事情就没事了 我说我察觉不到 那就是就有事 她就用她自己的手段来报复回来 都说女生的心思你不要猜 现在男生的心思也是不要猜是吧 我俩的朋友圈就从来没有公开过 行 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吧 这是在朋友圈的互动嘛 还有什么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地方 就上次国庆放假的时候 国庆怎么了 对 我们俩要见面嘛 我就问她是你来找我 还是我来找你 她说都行 都行 听你的 结果我说行 那你来找我吧 那你买机票吧 提前两三周 我们又在商量这个事情 她说行好的 然后就是不买就是不买 不知道她到底怎么想的 结果到最后票都没了 她跟我说票没了 有的时候她不买 她机票帮没个我那怎么办 我那几天一直都很忙 不是 她在哪啊 她在河南那边 对 高铁不也一样吗 你想去还非要飞机吗 高铁也没有了 那你为什么不提前买呢 我已经提前三天买了 我那时候没有想到她会卖煤 因为我那时候学业很忙 社团也有事情 所以其实说白了还是不想见吧 她总是有理由 我都说了 她忙的话她有事情 她可以跟我说吗 我可以去找她吗 她跟我说的 她可以都行听我的 结果又不来找我 我真的不知道是 是真的机票没了 还是不想见我 反正我要听这么三件事 这么听起来 男生爱度不够啊 你毕业了 你怎么就到天津了 你为什么不在老家等着按照规划 为什么要来天津呢 我想为我们的感情做一把努力 毕竟四年了 我认为可能是因为距离的问题 她不愿意跟我说 或者是我不够体贴 我察觉不到她的情绪 我就想着我一毕业 我第一时间就来找她 结果来了之后 发现事情不是这样的 是怎样的 我一个女孩子 我拉着行李来找房子 她就没有帮我 大小事来回跑 都是我拉着行李 满世界跑的找房子 我就想着我们刚毕业 我就找一个 稍微便宜点的房子 然后我就跟她说这个事情 她说行都行 听你的 结果我看了几家 比较不错的还行的房子 带她一块去看 看完之后 我就问她有什么建议 或者有什么好的想法 或者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咱们再接着看下一间 没关系 多比较一下 她说都挺好的 都听你的 那我就定下来这一间 定下来之后 东西从下面往上搬 搬上来之后 合同都签好了 签完之后 她又跟我说这个楼层太高 事先她不说 她啥次都弄完了 老是事后说 事后说楼层太高 窗户不好 隔音不好 那这我怎么办 这是为啥 当时看的时候 确实还可以 那个房子 但是等后来 住进去之后 那个房子 确实不行 窗户关也关不严 晚上的时候 睡觉的时候 有蚊子进来 半夜都睡不着 订了一身包 还有她那个隔音 她那个房间也不隔音 就各种问题 住进去之后 不是你不是去看了吗 我看的时候不知道 我看的时候 那你埋怨她干嘛 我说的是这个房子本身的问题 我很好奇 她来天津你知道吗 我知道 你欢迎她来吗 欢迎 那不是应该你去帮她 先把房子什么找好吗 我在学校嘛 出来不是很方便 那时候可能就忽略她的感受了 反正她的理由还挺多 什么都不方便 我就安慰自己 我就想着她的学业挺重要的 啥都挺重要的 因为我 又安慰了自己 对 然后就更心酸的是 她说是我找的房子 把最后的锅都甩到我头上 结果有一天 那个水滚爆了 楼下邻居上来找 跟我们俩吵吵的时候 她站一边她说风凉话 她跟着别人说我风凉话 说我自己找的房子 我自己订的房子 我自己做的决定 啥都是我自己的事 我那时候说的 跟邻居说的是 那个房子本身的问题 跟她解释的是 这为什么漏水 是个房子的原因 而不是我们的原因 不是说你的风凉话 当时我那个感受就真的 有什么事咱们可以 就是被人摔出去了呗 是吧 对 没有一个依靠 是不是这感觉 是 你靠不上她 她会靠你吗 她不跟我提什么要求啥的 但是你会主动去帮她 做一些事是吗 不是她主动找我的时候 我才跟她说 就像她实习的事情 实习怎么了 你说说 她跟我说我比她大一些 让我帮她做一下参考 找一下工作 我说行 然后就 跑前跑后 忙前忙后 就考虑所有的因素 考虑她的专业 替她找了几份工作 让她在里面选 她说你替我拿主意吧 我都听你的 我觉得都挺好的 都挺合适的 结果我就找了一个 跟她差不多符合她要求的工作 她刚去 没几天她就辞职了 我就很纳闷 到底是为什么 那个工作 令到脾气也不好 跟同事也触不来 然后工作内容跟我学的 它不一样 需要我重新在工作中去学 确实干不下去 然后就辞职了 让她自己去摔呗 你就别管了 不就完了吗 她问我 她说我这该怎么办呀 啥都听我的意见 结果听了之后 我如果有丝毫跟她心里想的 做的不一样的地方 她都会回过头来 是我的责任 我那是觉得她经验比我多 应该能够找的会比我好一些 我觉得这些事 我们都可以放在一边 你来了多久了天津 来了一年多了 去年年终来的 那就说她也快毕业了呗 她六月份已经毕业了 所以你们现在 到底要奔哪去呢 是回老家还是留天津 定下来没定 她不跟我说 我就问她 因为我们原先规划好的 是回河南 我的简历投的都是河南的 结果她现在迟迟不动化 也不说回去 也不说不回去 我也说回去吧 买了票她就给我退 那你的简历投的是哪儿的呀 在天津 那你就说你想好了吗 你想留天津不就完了吗 还没有 正常没有的话 如果我做这个事 应该是天津也投 河南也投 对吧 那为什么只投天津的呢 河南那边 我还没有想好回去 我就没有 暂时没有 那就说你想好了留天津 是不是 没有 她如果想留在天津 她可以跟我沟通吧 我们两个人的事情 都什么事都可以沟通到来嘛 她就不说 如果她坚持留天津 你愿不愿意留天津呢 我愿意啊 我留在天津留在河南 都行啊 只要我们来在一块儿 可是她就不跟我说她咋想的 那你说吧 你咋想的 我是现在还没有想好 我感觉我自己 还处在一个迷茫期 那你跟她的关系咋想的 跟她关系 我也想跟她往后走 你跟她什么 跟她的关系 我想和她往后走 往后走是啥意思 和她在一起 直接说我要跟她在一起 不就完了吗 那你愿不愿意 为她回河南 没有想好 你愿不愿意为她留天津 你真是急死了 你们双方父母知道 你们在谈恋爱吗 知道 我都投的是河南的简历 我就莫名其妙地 接到天津的人 给我打电话 说找工作的事 我就很纳闷 到底是不是简历 是不是她投的 我父母给我打电话 问我 闺女你跟你讲梁 啥事回来 结果我妈给她打电话 她又说是我不想回住 我想留在天津发展 想留在大城市发展 我就不知道 这事让我真的很文 很文艺难的中间 那时候阿姨她给我打电话 问咱们以后的意想 因为还没有想好 我也不知道怎么 给她明确地做一个 这样的回复 当时就给阿姨说 是她这边 说的是她的想法 想要留在天津 做的是一个缓和之计 我的妈呀 那你家人在什么态度 我妈就想让我回去嘛 在咱们老家 找一份安安安安的工作 我投到河南的简历 她给我投到天津来 所以你还是想留天津吧 我也这样想呀 可是她就不跟我说呀 我跟她投简历 那是因为 我当时在看工作的时候 看见几份 比较适合她的工作 然后就帮她把简历投了 当时后来社医盟 这个旺告诉她了 这个女方现在家里面很着急 其实说是在哪发展 我觉得是女生 对她们这段感情 她心里到底怎么想的没底 对吧 对 你看 来我们先听一下这个女生妈妈的一段采访 安姑娘那个时候去天津招销量的时候 跟我说好论是等过多时间 销量毕业了 她俩都一捆户来 你看到现在销量也毕业了 我打电话也提了好几次了 也没见她俩户来 然后我那天问销量了 销量我说的一次是 安姑娘不相互来 销量在天津发展 我有打电话跟安姑娘 安姑娘说一次是销量不愿意 我心里想都是不跟人家谁想待在天津 就想让那些姑娘赶紧走这个户来 来回来来回来找个工作 不要给她天津耗着了 这次听明白了 你就买车票自己走呗 她爱你她就会去找你 我们在一起四年了 你们也没真正在一起过 我听下来 因为你连她想法都不了解 就是一个人把她的心 永远是关着的 怎么叫在一起呢 可是我就想着 不管是结束还是继续走 她总要给我个答复 她不会给你答复的 她怎么会给你答复 她不已经答复你了吗 她要留天津吗 她没有明确地跟我说 不需要说呀 这态度我已经看出来了 我说的对吧 小子 你不用把自己搞得那么深沉 那么忧郁嘛 有话你可以直接说嘛 是因为我还没有想好 没有 有一件事情你想没想好 你是不是要跟她一起走下去 是 现在她就想回河南 你愿意陪她回吗 这跟事业发展没有关系 这取决于你们的感情啊 我们把这个事儿 一摘干净就好了 愿意吗 我觉得这个事儿可以慢慢想 愿意吗 就问你愿不愿意 愿不愿意追随她天涯海角的去爱她 这个好回答吧 这不用想吧 来吧 我不知道 所以你看有答案嘛 就是她要留天津嘛 但是她不愿意你留嘛 人家又不跟你说嘛 这成年人之间不就很简单的事儿吗 你觉得我说的不对是吧 听你老师们的意见 一起进入邱比特文件 人际关系当中 最大的杀手 那就是有话不直说 何况你们两个人是恋人关系 恋爱最舒服的状态 那就是有话直说 当然 你会说是自己的性格 但是我更多的看到 一个才23岁的男人 怎么会显得如此的高深莫测 作为一个男人 我们说一言九鼎 当年说回河南工作 发展是她的承诺吧 她违背了 违背了也不要紧 你只要有理由 留在天津发展 还是回河南发展 两个人有商有量的沟通多好呢 你为什么不愿意呢 如果你真心喜欢这个女人 你又不去表达 又不去坦诚 那以后肯定要后悔啊 男生 如果有爱 就说出来 如果有难 也说出来 为什么就不能这么 有话直说呢 所以你们两个人 让我看的真的太急 一句话 这样的男人 他里面的这一个大脑系统 你解码不了 明白吗 就我觉得这恋爱 你谈的不仗义 你对面这女孩 把你当未来 你把对面这女孩 当退路留着 你刘天晶 你要是发展顺利 指不定哪天 她等来的就是你要跟她分手 你刘天晶要是发展不顺利 你回河南 有她在那等着你 为什么我说你刘天晶顺利 指不定哪天你就要跟她分手 因为我看不见你爱她 爱是要主动去奔赴的 她可是主动奔赴你了 您呢 提前三天愣订不着高铁票 你奔赴过她吗 你没有 你不奔赴 你还不投入 她都来天晶找你了 你是陪她找房了 你是陪她安排住哪了 你连管都不管啊 你不参与 她一个人张罗完了之后 你还不负责 为什么你不负责呢 那房子水管都爆了 底下邻居上来找你了 这时候你不出头 你让她出头 你不负责 都怪你 你瞧你找的这个房子 隔音不好 水管还破 晚上蚊子还来咬 接下来还有一点 你还不心疼 我就不信那蚊子 在那屋里只咬你一人 你上来抱 那蚊子一晚上咬的 我都没法睡觉 你怎么不说那蚊子 把它咬了你心疼啊 您这是不奔赴啊 不投入啊 不参与啊 不负责不担当 最后还不心疼 你凭什么说你爱她 人家把你当未来 你把人家当退路留着 以后要不要还再说 这事就没劲了好吗 也就是你 你妈看的早就清楚了 你妈原话说的什么 哎呀 不管是你们俩回来 还是你一个人回来 都赶紧回来吧 你妈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是你一个人回河南 我讲明白了吗 是这样 咱能不把人家当退路了吗 您把人当退路 有一点啊 不是你们俩在一起四年 是你等了他四年啊 这跟你们俩在一起四年 这有区别 你已经消耗了人家四年青春了 还把人当于退路留着 你要么今儿把话说清楚 你要是今儿不把话说清楚 再耽误四年 您再拍拍屁股就走 你是不是不仗义 谢谢雷老师 去河南 是留天津 你是不是在猜 到底是河南还是天津 是不是 是 他是想分手 他为什么 为什么你去天津也可以 你去河南也可以 他就是都不行 因为他想分手 你留天津他去河南 你去河南他留天津 只要不和你在一起他都行 他为什么 不直接告诉你想分手 为什么他不肯明确 本质什么 很简单 不肯承担责任嘛 说来说去不就这件事吗 我要分手 但我又不愿意承担责任 把你挂在那边 如果你走了 是你要走 跟我有什么关系 所以老师说他不仗义嘛 姑娘 一个人 分手和被分手都不可怕 自己不愿意承认现实 是最可怕 至于你 二三岁 不负责任到这种程度 真的是一件很难 让人接受的事情 我跟你讲 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还是个男人 今天你就 实说了吧 你就说我要分手 你回你的河南去 我留在我的天津 从此以后 我们相忘于江湖 这个时候 虽然你曾经不仗义 但至少今天 你承担了自己的责任 就这样 小梁啊 假如你不喜欢他 你喜欢谁呢 你的心里是没有住过别人 只住过自己嗝吗 小梁 摇头啊 摇头是说没有喜欢过别人 只喜欢自己嗝是吗 不是 那你喜欢他是吗 是 那为什么女孩都感受不到呢 为什么你对她的喜欢 会让我们都觉得这个女孩 你看站在你对面的她 一只脸都是一个倒八字 所有的表情啊 就是从上来到现在 回忆往事没甜蜜过 讲起现在没甜蜜过 畅想一下未来呢 更是追脚向下 我觉得吧 你也就是 你在此刻租的那套房子 就是你对她生活里的意义 她不是很讨厌你租的这套房子吗 觉得这儿也不行 那儿也不行 对吗 你就是在她看来 这也不行 那也不够好的那个 但是还得住 为什么呢 好歹免费啊 刚刚陆琪老师说 一旦她在这边 活得还不错 如鱼得水的话 一定会抛弃您 我觉得也是 但是呢 可能那一幕不会来得太快 她可能会用她的冷暴力 逼你离开 你可能还会觉得 我分手 不是因为她移情别恋 不是因为她不要我 是我受不了她的脾气 她不沟通 我感受不到她的爱 最后你糊里糊涂地走了 却不知道 其实这个男人 可能从开始到现在 没有爱过你 感情最好的时候 他没有热烈过 感情变淡了 他也没有负责过 对于您来讲 就是回家 没什么好想的 如果我的目标是回家的话 我越早回家越好 如果我觉得我要回到我父母身边 是我自己觉得自在的地方 那么我越早到我自在的地方越好 你有你的在外边闯荡的梦想 你闯啊 你闯你的江湖 我在我本地 来开始谋我的生 如果有一天你回来的时候 我正好还是单身 我们俩可以适时再谈恋爱 如果你回来的时候 我已经结婚生子 我们就看一身 命运啊 就这 这不就是一个最清晰的未来吗 你干嘛非得嘴巴倒挂着 然后在这儿委屈的不行 你的委屈全来自自找的 你就觉得爱就是这样了 是吗 爱就是一个男的说 我想见你 然后你自己得找票 一个男的说 毕业了你来我这边吧 你自己得找房子 然后你找好了房子 付好了押金 付好了钱了以后 带他来看 他要挑剔贤妻职责 爱就是你和别人吵架的时候 他在一边冷嘲热讽你 这就是爱 对吗 既然知道不是摇头了 那你还干嘛呢 回家去吧 也别再问他 刘天津还是刘河南了 你应该问自己 我二十三岁了 我不能够让我的时间 浪费在等别人 给我一个答案上 自己找好自己的命运 然后再看这个男生 是不是有足够的爱 为驱动力 来去找寻你吧 在他的讲述当中 有两个巨大漏洞 先说漏洞一 朋友圈里秀 是初中生和高中生的行为 是不是你说的 那请问为什么你要在你的朋友圈里面 秀你跟其他女同学的照片呢 因为当时吃醋了 当时吃醋了 好 问题说的特别好 注意听啊 你告诉他 我要跟同学出去聚会 是还是不是 是 他同没同意 同意了 同意了 你的照片是什么时候发的 当天 当天什么时候 当天下午 几点 下午四点多左右 下午四点多左右 他怎么随时就能找到一个女同学合影 去做一个回应呢 吃醋吃的怎么那么快呢 怎么就一个女同学那么愿意配合你呢 好 第二个 咱们国庆假期应该是七天是吧 我记得 提前三天买不到一号的票 还买不到二号的票吗 买不到二号的票 还买不到三号的票吗 为啥不回呢 姑娘 回家吧 买票回家吧 来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觉得我们谈恋爱已经四年了 这四年里我已经习惯了你的存在 可能这些时间 我有忽略你的感受 可能没有做好一个男朋友的职责 我觉得以后我们可以慢慢改变 我也可以去改一下我的性格 我做事的方式 或者我说话的方式 我 我是想和你一起往后走的 没有你的话 我也没有想过 再跟其他人在一起 所以 我觉得 我们可以 一起来试一试 再往后走一走 我至于像现在这样 我觉得我是可以改变的 回河南老家回播 现在还能想好 听懂了吗 啊 谢谢两位请回吧 来来来 预测一下吧 男出女不出 四年了该明白的 其实心里也都明白 都会出来吧 我希望是两个人都别出来 男出女不出 来吧 看看人家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哎 这个就特有意思 千万不要相信一点啊 没有人说我性格缺陷到了 一个人爱我 我没有任何的回应 那跟性格没有关系 那就是不爱了 面对一段不爱的爱情 把它们拆散了 不就是对爱情最好的捍卫和保卫吗 再一次谢谢四位老师 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 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